略论梅兰芳及其他 下 而且梅兰芳还要到苏联去 议论纷纷 我们的大画家徐悲鸿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画过松树 也许是马 我记不真切了 国内就没有谈得这么起见 这就可见梅兰芳博士只在艺术界 却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现代的编辑势力也紧张起来 首作编辑师则存先生约 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 要这么大叫 可见不平之极了 唐不欲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 生了脏造症的 四作编辑杜恒先生约 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 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 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 因为赵丽到苏联去的艺术家 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 这可冷静得多了 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 足使齐如山先生自愧伏击 赶紧来请帮忙 帮忙的帮忙 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 中国戏是象征主义 剧本的字句要雅异些 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 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那么他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 目前还太早一点 他也许用别一个笔名做一篇剧本 描写一个知识阶级 总是专为艺术 总是不问俗事 但到末了 他却究竟还在革命这一方面 这就活动的多了 不到末了 花呀光呀 躺到末了 做这篇东西的也就是我呀 那不就在革命这一方面了吗 但我不知道 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 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作戏 或者虚设一设 出些什么戏剧年鉴 亲自作序 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 唐是没有 那可是也不会玩这一手的 唐不会玩 那可真要使杜恒先生失望 要他再亮些了 还是带住吧 唐在略论下去 我也要防梅先生 会说因为被批评家乱骂 害得他演不出好戏来 11月1日 本片最初发表于1934年11月6日 中华日报动向 7月24日 7月4日 7月28日 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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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9日 8月2日 9日 8月1日 8月1日 9日 8月4日